大家好 正常来说实乎它的这些枝条开完花之后 很难让它第二次开花 所以我们想要它长更多的新芽出来 下次开更加多的花 一般都建议大家将这些开过花的枝条给它砍掉 大家看像这种枝条就是开过花的 所以我们为了让它储存更加多的养分 我们就直接给它砍掉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留 因为这种枝条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它也开不了花 而且也很难让它长一些侧芽出来 给它砍掉是最干脆的 这样的话不浪费营养 让它这些营养集中长新芽 像这种用木板来栽种的石壶 我给它施肥的话 一般都是给它使用这种磨肥 因为这种磨肥使用起来会更加的高效 更加的简单 直接往水苔上方给它放上一点磨肥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磨肥它不是通过浇水来释放营养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它放到根部这个位置 也不会担心它烧根 而且它的肥效也比较长 用一次可以长达一年 同时它还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就是当这个石壶快速生长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营养 当这个石壶进入到休眠期的时候 它就会停止释放营养 因为石壶在快速生长的时候 它的根系会释放一些有机酸 那么在有机酸的作用下 磨肥它就会释放营养 给这个石壶吸收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担心出现肥害 而且又可以给它补充 充足的零元素磨肥 它里面的零元素含量非常高 还有它里面的铭元素含量也非常高 可以助进它的根系更加的发达 那么这就是养护石壶的一些技巧 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